每年到了漫长又炎热的暑假 学生放假除了玩手机、打电脑之外 就是喜欢往外跑 为了提倡学生从事正当的活动 避免前往不良场所 远离犯罪的诱惑 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 特别跟台中市柔道协金会 举办108年 属其柔道体验营 希望培养青少年良好的运动习惯 避免受到诱惑而犯罪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们就在暑假期间 办理一个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 那各分局也依照辖区的特性 各自去办理不同项目 不同种类的活动来宣导 让青少年远离不乏的情态 来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今年的暑期柔道体验营 选在7月2号、3号两天 场地是台中市中心街90号的柔道馆 因为这个柔道馆 60年前叫做武德馆 在一甲子的岁月当中 培育出许多柔道高手跟国手 台中市柔道协金会理事长张维志 还特别安排一场表演赛 让吸奶的学员观摩 可以互相认识交流 又增加身体健康 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一起办这个青春专案暑期体验成长营 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主要在暑假期间 就是要让我们青少年的朋友 再来现在年龄层也更降低 国小的小朋友 让他们在暑假有一个好的休闲活动 台中市警二分局侦察队人员 还趁这个机会 举办一场预防犯罪宣导 让许多前来参加柔道体验营的家长 都十分感谢 也放心 让学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大陆你看人家给你颜色鲜面的糖果 要不要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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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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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柔道体验营当中 台中市柔道协进会 还特别安排专业的教官 教导大家正确的柔道身段跟礼仪 台中市警二分局 也提供许多预防犯罪宣导品 送给参加活动的民众 加强学生跟家长的法治观念 让青少年度过一个快乐健康 又充实的暑假 记者陈文旭 萧有金台中报道 萧有金台中报道